唱歌怎麼可以這麼穩 沒有 歌聲相當穩定 對啊 跟大仁唱歌沒什麼兩樣 你去跟大仁比賽 應該也都得第一名吧 得第三或第五 真的嗎 你最近有比賽 有 得第幾名 平常都第五名 現在第三名 你跟大仁比賽 可以得第三名已經很厲害了 再繼續加油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他這種歌聲 怎麼比也不會比到第三 第五 對啊 怎麼聽都覺得很好 是啊 好專業哦 有對Key對錯的嗎 上次有 是因為那個 媽媽跟別人聊天 所以媽媽忘了告訴你 樂隊老師什麼Key 對 媽媽如果不聊天 就拿第一名了對不對 對不對 他很謙虛啦 他不會這樣說 是 丁曉雯老師,請 我覺得 不管是晨雲還是柴穎 都跟當初來的時候不一樣 晨雲現在叫作 晨雲 對不對 好,能動能靜很棒 彩影更是不一樣 今天好活潑哦 還帶著笑 最棒的就是你的表情好棒 然後老師發覺你真的懂歌詞 雖然你不會講台語 但是知道的歌在裡面在講什麼 對嗎 媽媽沒有給我解釋 所以我不知道 媽媽又去跟別人聊天了嗎 沒有 但是你為什麼動作都有搭配上 因為都是阿嬤教我的 阿嬤教你 那你那個動作 你會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但是你唱到那個 那個什麼 還會耐開 對啊 他的表情完全有跟上啊 所以我們在旁邊很不可置信 因為都是老師教的啊 但是你唱到那邊會笑 會有耐開 會有聲音的表情 就是說一個瞎子 怎麼會自己走 瞎子裡面這樣轉出來 很厲害 不用拐杖 他就可以自己這樣 他好像是一個小機器人 有沒有 程式完全設定好以後 他就可以做出來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其實不相信 我認為柴穎其實是懂這個旋律的 他是有奶鬼在你 對 所以也許不懂歌詞 但我認為他懂旋律 不可能是完全無知的狀況之下 可以搭配得這麼天衣無縫 我覺得柴穎真的很有天分 老師們都非常看好你 以後盡量去懂得歌詞的意思 然後自己消化 好不好 好 許錦淳老師請 天生能唱歌的人 他能夠領悟到的東西 有時候不會侷限在 歌詞表面的含義上面 就是說直接可以去抓到 音樂裡面的音樂性 那我覺得餐飲的確有 從這個角度去表達出來 所以呢 整個的每一個樂句沒有切得很碎 雖然呢 比方說愛情幫 那存天也落花 如果很多人為了要詮釋而去思考的時候 可能會斷掉會愛情幫就一句 那存天也落花 對吧 可是呢我覺得今天才飲 你反而把它唱成一整句 他每一個一整句我聽起來都很過癮 但是這個反而會變成職業隊的選手 不會這樣詮釋 因為你會 你會但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要跟 保留住天才的人學習 因為我聽的時候我也會去想 他為什麼 懂得這樣做 他的那個懂不一定誰告訴他 他直接就從那個密碼裡面就去 就去做到了 所以在你是非常有天分的 然後你唱歌的時候 而且老師剛剛前面有提醒前面的小朋友說 唱歌如果像行軍一樣一直踏來踏去 那恐怕整首歌會很呆板 但是我又注意到 柴影沒有因為這樣 他就不敢踏來踏去 他並沒有 他很自然的用他自己的律動跟算拍子 他前奏是一樣是這樣自然的踏 但是他進歌的時候他自然站定 那今天我覺得柴影表現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也有 我要建議你 你今天最後一個音跑得很厲害 老師要問一下 你認為一首歌的結束在哪裡 老師聽到你最後一個音跑掉了 因為我覺得你覺得你唱完 對不對 所以你的注意力全部飄走了 最後一個音一唱完 都還沒拉完音就唱完 所以你的尾音就狂掉了 一首歌 來 有誰有不一樣的答案 不 演奏結束的時候 太棒了 完美 是的 好 那一首歌的開始在什麼時候 下前奏 前奏 太棒了,瓜哥 你是在欺負我嗎 對 其實這是原則 沒有這麼好Cue啊 其實這是原則 所以小朋友們 尤其你們千萬一定要有這樣子的了解 跟學習 跟好習慣 好不好 好,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來,張誠明是91.3 是 接下來挑戰是中采穎紅豆 到底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在各方面的表現 都得到老師們很高的評價 分數來到89、90、91 92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2.5分 謝謝老師 得到獎金2萬元 所以總有一天他唱得唱得變93了 對啊 小孩子還沒唱那麼高的 很厲害 是,真的 他的那個表現 進步得又神速 是,令人則服 來,兩位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